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梅拉尼亚 特朗普的回忆录《梅拉尼亚》 这本书如同他本人一样 神秘而复杂 梅拉尼亚在书中表现出对自身生活的反思 揭示了他的成长背景 与唐纳德、特朗普的浪漫邂逅 以及他对一些社会议题的看法 书中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尽管在共产主义的印象长大 却并未感到生活的绝望 梅拉尼亚在1996年宜居美国展开了模特生涯 最终与唐纳德相遇 激发出了一段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 然而作为第一夫人 她的政治立场却与丈夫有所不同 特别是在堕胎和移民政策上 这反映出她对社会议题的深刻关注 此外梅拉尼亚对于白宫生活的描绘 以及她与媒体的关系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所面临的挑战和争议 她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公众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而不仅仅是身为唐纳德身边的女人 这本回忆录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回顾 更是对她在公众视野中所承受压力的深刻反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回忆录 梅拉尼亚有比Independent进行了一次详细的介绍和评价 这本书揭示了这位前第一夫人复杂且神秘的生活 试图打开她成长爱情以及社会观点的内心世界 梅拉尼亚出生于一九七零年的斯洛文尼亚 一个身处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国家 她在书中提到她的成长环境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压抑 她的父亲在国有汽车公司共职 而她的母亲则是一名设计师 家庭充满了音乐艺术和旅行的氛围 这些都对她日后对北的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她回忆到斯洛文尼亚的社会主义 与苏联的严格体制有所不同 这让她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 一九九六年梅拉尼亚移居美国 开启了她的模特生涯 在纽约这个活力四射的都市里 她不懈努力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 两年后她在一个派对上偶然遇见了唐纳德特朗普 她回忆起初次见面的季节 唐纳德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与兴趣 她靠近她用幽默与智慧打动了她 尽管唐纳德当时与另一名女性约会 但梅拉尼亚被她的魅力甚深吸引 她的矜持并没有让她放弃 反而激发了她的追求欲望 他们的爱情故事中充满了浪漫与激情 梅拉尼亚描述了许多他们共享的快乐时光 音乐舞蹈成为他们爱情的重要部分 她赞美唐纳德的体贴与温柔 甚至提到她对她的健康关心备制 会主动联系她的一生 2005年 他们在一场奢华的福罗里达州马阿拉格婚礼中结为夫妻 梅拉尼亚由此成为美国的第一夫人 担任第一夫人期间梅拉尼亚面临诸多挑战 她在回忆录中坦言自己支持女性对堕胎的选择权 认为女性应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领主人移民政策深感震惊 尤其是将儿童与父母分离的做法 她写道作为一名移民 她深知合法成为美国人的艰辛 因此对那些试图在美国寻求更好生活的人充满同情 尽管她是特朗普的妻子 但梅拉尼亚的政治立场并不总是与丈夫一致 她在书中透露 她支持强有力的边界政策 但对家庭分离政策持反对态度 这一立场有失让她和特朗普产生分歧 这显示出梅拉尼亚不仅仅是一个陪伴总统的角色 而是一个对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独立女性 在书中 梅拉尼亚还涉及她在白宫生活中遭遇的争议 例如2016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的演讲抄袭事件 令她感到失望 梅拉尼亚强调 这并非故意抄袭 而是由于团队的失误 她希望借鉴前第一夫人的演讲 传达自己的价值观 但却因操作不当引发了公众的误解 除了梅拉尼亚在书中反思了 她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对媒体的印象 她指出媒体常常误解和误读她的意图 她提到曾在一次边界访问中 穿折应有我真的不在乎 你呢 字样的夹克 这一举动被媒体解读为对儿童问题的冷漠 而实际上 她的本意是对媒体过度关注她个人的态度表达不屑 梅拉尼亚的回忆录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记录 更是对她在公众视野中经历的挑战和争议的反思 她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公众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而不是仅仅作为特朗普背后的女人 尽管书中充满了细节和个人故事 但梅拉尼亚的内心世界仍然显得神秘复杂 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与探索空间 这本回忆录为了解这位前第一夫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揭示了她在复杂的政治和公众环境中 如何保持自我以及她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认为梅拉尼亚的回忆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 她不仅揭示了她作为第一夫人的复杂角色 也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立场和观点 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舞台上 一位女性如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这种勇气值得钦佩 哦 拜托 楚天书 梅拉尼亚的回忆录更像是一本试图美化自身形象的书 她试图通过描绘自己与特朗普之间的爱情故事来洗白一些争议 但这并不能掩盖她在特朗普政府内的沉默和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回避 比如儿童与父母的分离政策 但我们不能忽视她在书中对堕胎问题的支持态度 和对特朗普政策的批评 这显示出她有自己的立场和声音 正如梅拉尼亚自己所言 她作为移民对美国的合法移民过程充满同情 这种同情心在当前政治气候中非常珍贵 尤其是她敢于在书中公开这些观点 说到同情 梅拉尼亚穿着那件印油我真的不在乎 你呢 的夹克时 她的同情心在哪里 她说那是为了讽刺媒体 但这显然是一次公关灾难 作为第一夫人 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在放大镜下 选择这样一件夹克 只能说明她在公关处理上缺乏策略 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 重要的是她在书中承认这些失误 并试图解释她的真实意图 我们应该给予她一些理解的空间 毕竟作为第一夫人 她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我们无法完全想象的 她希望通过回忆录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她 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现 或许吧 但我怀疑 这本书是否真的能让人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梅拉尼亚 很多时候 这类书籍更像是一种塑造形象的工具 而不是自我反省 虽然她的确提到了一些分歧和挑战 但这更像是在试图与特朗普保持一些距离 而不是全面的自我揭示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来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学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问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丁 无如等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